我們是源氏大學的醫療健康大福祉團隊 我是大區域中心的區域教授,我看了很好 我是源氏大學的醫療健康疾病團隊 我是源氏大學的醫療健康疾病團隊 大區域中心的醫療健康疾病團隊 一直在痛氣污染疾病的發生 還有在環境事件的預測會有深的琢磨 我們有的是一個很強大的Data Center 還有底層精神的技術 所以我們希望說把這些政府的資料整合後 再用TB等級的計算分析方法 我們呈現出來的結果 我們要使用視覺化的方法來展現出來 讓民眾或者是學者和政府的官員 可以更容易了解空虛軟對基金層的影響 這就是我們這個團隊的一個核心 就是我們想要藉由一個大數據分析團隊 加上視覺化團隊來呈現這個發展出來 我們這一個題目呢 像是關聯到整個全球的一個趨勢 我們這幾年在UN聯合國 或者是在CUN一直都非常重視 空氣污染跟疾病健康的關係的影響 因為去年就一篇報導指出 每年有全球每年332人 是因為空氣污染相關疾病死亡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這幾年來 除了傳染性疾病跟半性疾病之外 空氣污染變成一個特別重要的一個議題 但是這個議題呢非常的難做 它要的資料量非常的大 好在我們在臺灣有所謂的全面健康 我們可以用完整的空氣污染環境的資料 我們就得以把這些主要都呈現 好 我們的網站主要是在講空氣污染 那因為我們分成了兩頁 第一頁的話它呈現的是一個多音質的數據 那以往的數據的話 會呈現的只有數字會顯得很低暖 那因為空氣污染另外一個會讓人想到的就是顏色 所以我們把顏色的概念也帶進來 搭配上動畫 讓使用者看到零散漫動畫 然後再看到數據 會顯得簡單明瞭 那第二頁的話 它是實踐一個互動式的圖表 那這個圖表的話 它是以使用者選舉的時間點為中心點 然後也用先推演15天 然後還要往後再推演15天 這樣就做自己看 成這樣一個技師舞后 成這樣一個技師舞后